哇 这一箱怎么这么沉啊 哇塞,好满的一箱啊 难怪这么沉 又好,我是Easy,欢迎回到这个频道 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开箱的时间了 今天来了满满一箱,我非常兴奋 咱们来看一下里边带有什么好东西 开鞋之前呢,咱们可以先开两件衣服 这边呢,是Stone Island 跟Supreme联名的一个帽衫 这边是一个帽子,咱们打开看一下 好,那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 首先正面呢,是Stone Island的logo 背面呢,是Supreme的logo 这个很低调,给它放到了后边 戴起来呢,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感觉我终于不用一直戴我那个黑颜色的帽子了 可以换一个颜色 帽子里边的商标呢,大家可以看 很厚的这么一打,这个肯定是要剪掉的 不然戴起来真的不舒服 后边松紧调节的呢,是一个金属的扣 上面也是印的Stone Island的 还是挺精致的 我们再来开一下这个帽衫 好,那这次发售呢,其实有几个颜色 黑色呀,蓝色呀,这个绿色 那对我来说呢,还没有绿颜色的帽衫 所以我买的是这个绿色的 上身效果呢,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我买的应该是小马的 还是比较合适的,这里面呢,有一个 Stone Island的标准的绣标 而且这个黑色的绣标,金色的logo 搭配绿颜色的底色呢 基本是Stone Island的最经典的一个搭配了 这次上面的图案呢,也都是类似于猪网的感觉 后边呢,是这个样子 正好呢,这些视频呢,咱们就可以穿着它来继续拍 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评价一下 这个衣服上身到底好不好看 这一次呢,除了这两件衣服一共给我发过来 八双鞋还是挺多的啊 咱们现在来看鞋 首先第一双呢,是这个New Balance 跟Zone的联名 鞋盒设计呢,一如既往的保持着Zone 鞋盒简约的风格啊,上面只有一个 New Balance金色的logo 然后这样的logo呢,在侧面 好,这个就是球鞋本尊了啊 是我首位的这一双2002R的配色 首先呢,看起来非常的小 它不是我的尺码 我其实呢,发售的时候很想抢自己的尺寸 但是没能够抢到 所以最后呢,还是选择了我老婆的尺寸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物 研制分一到五分,大家可以快速评一下分数啊 这个2002R呢,你可以看到上面的材质啊 基本上都是GP啊,非常非常的好 这里简单的跟之前的Kiss联名做一下对比啊 大家呢,是更喜欢这种牛八哥的材质呢 还是更喜欢这种短毛GP的材质呢 颜色上来说呢,这双鞋是一个蓝灰配色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百搭 你平时呢,穿一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 搭配这双鞋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应该算是比较好的铜琴鞋配色了 同时呢,在脚后跟这个部位呢 有一些做旧黄的元素啊,鞋带也是相同的颜色 所以看起来呢,还是质感比较高的 那材质的元素呢,在整个鞋面的设计上 表现的不是很明显 这个只有在鞋舌部位呢,有一个材质的logo 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低调的一款 鞋底的设计呢,依然采用了Energy的鞋底 摸起来还是很有弹性的 脚掌的设计呢,依然是New Balance的Web Stability 还是比较牢固的 之前我一直没能够成功的把我老婆 拉到这个New Balance的坑里面啊 那这双鞋呢,应该算是他第一双 真正自己想穿的New Balance 所以我呢,也是很期待他会不会 从此呢,喜欢上New Balance的鞋子 好,配件上来说呢,除了本身配的 这个有一点点奶白色的鞋带 还带了另外一条白颜色的鞋带 以及黑颜色的鞋带 整体设计的诚意以及规格呢,我觉得还是OK的啊 还算是比较符合这样的一如既往的个性 那唯一呢,被大家吐槽的一点 就是上面这样的元素不是特别的多 配色的选择上呢,看起来比较普通 没关系呢,同样的鞋型将会出一双 Gortex防水系列,将会采用 类似于我身上这种绿颜色的颜色 也是New Balance最经典的颜色之一了 好,下双鞋呢,看鞋盒 应该是一个AJ,咱们打开来看一下 好,他呢,带了单独的一个包啊 这个是拎鞋的吗 我觉得有点小啊 这能把鞋放进去吗? 好,他呢,就是我手里的这一双 丝绸进穿配色了 好,这里呢,咱们拿之前的丝绸扣碎 可以做一下对比啊,看一点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鞋底了 丝绸扣碎呢,选择的是一个水晶底啊 透明的,那这一次呢 选择了一个正常的鞋底,所以在鞋底上呢 我觉得,人者见人至者见至啊 像我呢,在颜值上比较喜欢水晶底 但确实不好打理 从实穿性上来讲呢,这个普通的鞋底 当然是更实用了,再来看一下鞋面上的材质 首先是丝绸扣碎 这一双呢,在侧面采用了一个荔枝纹啊 非常非常的软,很好的皮质 大家可以看我捏一下这个细纹处理 同时呢,在鞋头前面的这个外轮扩呢 也是相同的皮质 反观呢,丝绸黑红整体用的 都是这么一个类似于丝绸的材质啊 我觉得呢,从皮质上来说 这个稍逊一筹 第三点不同呢,就是这个钩子啊 这个很明显很明显,你可以看到这个钩子呢 是一个全刺绣的处理 侧面看起来,这个厚度 我不知道镜头前能不能看得出来啊 是非常厚的,很有明显的凸起 这一次呢,明显就是单独裁切出来一块钩子 然后给缝上去了啊 所以从钩子的设计以及诚意上来说呢 这个丝绸进穿又略逊一筹 整体而言呢,同样是丝绸系列 我其实个人会更觉得 这双丝绸扣碎呢,质感更优 但与此同时呢,这双鞋呢 由于发售的年头比较长远 它现在二线长的在外价值呢也是非常的高 如果你很想要一双丝绸系列 其实这双丝绸进穿呢 算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好,我捡完了这两双鞋的不同 再来看一下它上面的优缺点啊 首先丝绸系列,我觉得最大的缺点 就是它不透气,非常非常的热 我甚至在弯曲冬天穿的时候呢 都会觉得脚底很暖啊,很出汗 我觉得更适合呢 真的冬天会下雪的一些地方 但是啊,这里转折又来了 如果真的下雪了,请问你 舍不舍得呢,把丝绸穿出去 把上面的材质都给打湿了 所以这双鞋呢,在我看来实穿性上来说 有那么一点点尴尬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上脚 这双丝绸扣碎呢,越来越少的原因 咱们试一下这个兜子能不能把鞋放进去啊 诶,你还别说它真能放进去啊 就是这么 两双裸起来这么放 还可以啊,这个设计挺有意思 好,下双呢,咱们来一个SBDUNK 这个鞋我真的是期待了好久 终于把它拿到手了 大家可以看呢,这是从平台购买的 由于是从免税周发过来的 所以省了好多钱 好,它就是我手里的这双Born Wrist SBDUNK漏了 哇,这个颜值 太漂亮了,大家可以打一个分数啊 凸起感很强的这么一个钩子啊 同时是反光有炫彩的 后边呢,有一个Born Wrist的logo 上边鞋带孔附近呢,加了一些特殊的花纹 设计很漂亮 相同的花纹呢,也应用在了toebox上面的偷气孔 那toebox前面呢有一句软啊 必须两只脚呢都拿出来 连起来读呢,是one block at a time 同样的软纹呢,在鞋舌上面呢 也有一个粉色的字体啊,很小 其实翻译过来呢,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鞋带的配置呢,依然非常的豪华 除了本身配备的蓝颜色鞋带 还带了一条粉色带花纹的扁鞋带 加上一条白色的圆鞋带 以及白色的扁鞋带 鞋舌后边呢,正常Nike logo呢 也是换成了一个反光有炫彩效果的一个logo 上面写着Born 下面是一个Nike SB 鞋底呢,同样是Born和Nike SB的logo 加上一块粉色的中掌啊,非常漂亮 整体鞋面的材质呢 在填充木尾都是一个荔枝纹啊 摸起来相当软了 所有的外轮廓呢,都是一个NEWOG材质啊 也是摸起来很柔软,很有质感的一双鞋 正是由于这双鞋上面的设计啊 以及材质,加上之前呢 猪脸人去世的消息 那这双鞋呢,成为了他在世时候的一个绝唱 所以这双鞋当时呢,就原地起飞了 所以呢,从鞋子本身的设计上来讲啊 材质上来讲,以及故事性上来说 这双鞋呢,都是SBDUNK 今年鞋王的一个有力竞争者 同时呢,我相信如果出一个今年的Top10 它也一定会在榜单之中 大家在之后的视频,还会看到它的身影 哎,下双鞋呢,应该是我第一双萨洛蒙啊 咱们大概看一下,我还是挺期待的 它呢,就是这一双萨洛蒙 Gortex跟Sense联名 20周年纪念的XT6 颜色上来说啊,确实不是很保守的 一个选项,我为什么买它呢 第一点原因呢,是看中了它是一个Gortex 同时上面呢,也有一些Gortex认证的标识 第二点原因呢,就是由于它是我第一双萨洛蒙啊 所以呢,我总觉得应该先原价抢一双 试试脚感啊,试试我自己喜不喜欢 才去那系统去收集 我知道这个鞋型呢,其他更优秀的配色 还有很多啊,但姑且先让我试一试它 再来决定 除了Gortex的认证呢,还有一个 他们家Quickless鞋带系统的一个说明 简单来说呢,就是你这个鞋带 可以快速的这么向上提收紧 然后呢,可以把这个黑色的鞋带扣呢 向下给它固定 最后呢,把多余的长度塞到它前边 鞋舌上呢,有一个小兜兜啊,给它塞到里边 保持鞋面的整洁 好,那塞后以后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 你看不到任何多余的鞋带呢,放在外边 还是挺整洁的一个鞋面 那这双鞋呢,我还没有系统的上脚去穿着啊 但是摸起来,中底还是颇有弹性 同时呢,有一些TPU的材质啊 看来稳定性也是不错 外底呢,就是非常支硬的那种胶底啊 同时呢,有很多凸起的这个钉子 所以理论上来说呢 应该还是一个性能为主的户外鞋 这里呢,还是先挖一个坑啊 由于是我的第一双XT6呢 所以之后应该会出一期详细的评测视频 下一双呢,logo已经摆在这儿了 是New Balance跟卡哈特的联名 好,里边的鞋纸呢,并没有过多的设计元素啊 还是很普通的鞋纸 都是呢,New Balance跟卡哈特的logo 球鞋本身呢 哇,这个颜色真的是太好看了 990 V6呢,也是好多人认为最舒适的一个鞋啊 这双鞋呢,我觉得最大的升级就是在鞋底上面了 做的很厚 它把正常的通勤运动鞋呢,变成了一双专业的跑鞋 所以990 V6呢,你拿去做专业的跑步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之所以喜欢它呢,是由于上面的摩卡配色 以及卡哈特联名呢,带来的质感 所以整个呢,上面的材质也是非常的棒啊 大面积应用了这种短毛脊皮 好像呢,现在发售价比较贵的鞋啊 这个短毛脊皮都成了标配 好多联名呢,都是首选这种材质 要问它卡哈特的元素在哪里呢 第一眼,肯定是这个配色了 非常卡哈特 第二点呢,就是在鞋舌上边 有一个卡哈特的logo 下边呢,也是写着Work in progress 那不得不说呢,它应该是我手里的第一双卡哈特 从购买的顺序上来讲呢 大概率也是我第一双990 V6 所以我还是很兴奋的 这个颜色呢,非常适合秋冬 所以最近呢,我应该会直接把它拿出来穿 这是个什么东西,这看起来不是个鞋啊 Supreme 哦,这是好像之前买的一个什么配件 好沉啊这个 所以这个箱子里之所以重啊 就是因为它,这怎么打开啊 都是粘着的 啊,你的碗 我开了啊 饭盒 饭盒 碗 诶 饭盒 哈哈哈 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么一套玻璃的饭盒啊 上面都是Supreme的星星logo啊 加上一个box logo 同时带了这么一个米粉盖 诶,套上以后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还是挺好看的啊 我们下次出去露营野餐啊 都可以用这个 今天要开的最后一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cost的玩具 那由于是平台买的呢 你不知道之前的卖家呢 对他做了什么 这个外包装的盒子呢 我感觉有点脏 这个价格呢还是挺贵的啊 但由于是免税 还是给我省了不少钱 很逗的是呢 上面贴了两个绿叉的标 我相信呢 是一个人从绿叉买了 后来呢 价值涨上去以后 他又在绿叉卖给了我 好 咱们打开看一下 哇 我感觉啊 这个明显 被这个卖家上手把玩过 上面呢有一些 小小的脏东西啊 但不影响整体的质感 诶 是不是还挺可爱 挺好玩的 那这次买的呢 就是cost之间出的价值系列 我手里的这一款呢 是长白衫 所以整体呢都是一个白色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或者是小白呢 我最近呢也是刚刚开始 想要收一些cost的玩具摆在家里 目前呢 现在的想法就是收起这个假日系列 感觉每个假日系列呢都很独特 屏幕前的各位呢 如果有非常懂的 也可以给我推荐一些收藏 好 本期视频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如果你非常喜欢这类快速开箱的视频 能够看到衣服呀 潮牌呀 球鞋 以及玩具的食物呢 不要忘了给Easy来个赞 鼓励一下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take easy Peace 我们下期见